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赛一个 邓小平挥手下海 没下 江泽没挥手下党 没下 胡锦涛挥手下跌 股市下跌 赶人意挥手 所以说呢 现在在人民大学我教社会问题 那么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背弃了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出现 我们叫党的基本出现 小平说绝不搞军门竞赛 现在是全面的军门竞赛 军费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几 快二十年了 经济增长不到百分之十 劳聘收入增长不到百分之八 官方数的军费百分之十 美国裁军五千亿美金 中国军费猛责 这就是说 现在呢 叫纳粹化 什么叫纳粹 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是吧 所以说呢 前一阵子呢 我们跟德国驻华大使是个博士 他把我们的一个千万大学段聊了 我们叫他们大使官你 他就跟我们聊 我们跟他聊的一个中心 就是德国一战到二战 他为什么就没有避免纳粹抄战 德国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 哲学家文 都得去了 他们就没有避免 现在就是说 中国如何避免纳粹抄战 这是中国一个大问题 你想吧 咱们中国人不爱反思 老是 因为人家写 咱们中国人说五日三行五身 是吧 西方叫忏悔 共产党呢 叫反思 或者叫自我批评 咱们最缺就是这个 那次开会呢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说 他说 他在写回录 写回录很痛苦 为什么 拷问良心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就说 你比如像上次聚会 暴同 那都是什么人呢 素质相当的高 赵紫阳 那都是党内绝对一流干部 怎么就下台了 没反思 这么好的一个形式 像包装这么一个高水分的人 然后总书记的大智囊 下台了 我不是说都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他们应该反思 也就是说跟德国一样 德国反思的很累费 所以我们跟那个德国中華大使聊挺好 他们绝对要反思 说你这么一个文明为古国五千年 你怎么能容忍 纳粹上台呢 就跟着了 而且跟他们差不多 因为一战以后 一年失败 但是希特勒搞啤酒吧政变 装起来 他们老以为是他政变 他不是政变 放过来了 你不搞政变了 你搞国家社会主义 就得玩来人家 让实际上 德国的工人的失业率接近零 贷款利率多少年不变 百分之二 所以说呢 像希特勒五十大受限利 大众玩儿汽车 工人都能代管买的汽 买的汽车 买的汽车 跟现在中国差不太多 也是经济还不错 可是人温大幅度下降 所以上次我就讲了 我说中国现在国情的叫四荒 荒唐荒诞 荒谬荒谬 荒谬荒谷 八五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可 无耻无赖 就是胡吹 说我们国家的经济一花独秀 你的人均收入还百倍呢 你有注意 中国的穷人还十个亿呢 排着吹呢 什么叫穷人 低收入 什么叫低收入 去年国家统局的标准是一天生活费不到三块两块八 一年是一千一百九六 去年在常务服务李克强 他比较开放 这太低了这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关的成就四千万 他说 涨成一天一美金 那就是六百三了 一家伙 苹果人口 买了 一点五亿了 当然 连国说 我们涨了 我们现在涨了一天两美元 麻烦了 是吧 后来欧鹏说 我们是五美元 五美元 六块三乘以五 就是三十一万五 一天没有三十多块钱 一个月没有一千块钱人民币 一年没有十二 没有一万二 你不是穷你是什么 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是十一穷人 我说 你别吹了 你会说道路思细 理论思细 这是你们自己什么呢 我说 你们都介绍了 快六十四年了 弄出十一穷人来 而且这个十一穷 中国的经济怎么增长 他一个是欺负人 中国有去年年底 二点六二零零零零 干的是最脏 最脱 最少钱 你哪个国家你有二点六亿连接劳动力 超连接劳动力 像奴隶一样的工作 对不对 你没有 第二个 大量好的资源沿着不上环境 他现代王教 原来叫国破山河战 现在叫国在山河破 对不对 我问这两天啊 对 老朴先生来讲 国破和山河战 你得过日子 人生草木都不能生的 对啊 改朝换代 我们得过日子 现在好 他国在山河破 在癌症村多的是 原来不想说 现在终于想说了癌症村 包括北京人 这今年一月份 三十几天二十七 二十六天的露霾 北京人平均 北方人平均比南方人少过五年 这都是这么偏僻流行病的调查 跟那个大旗无人的正相关 他才发了一流杂志的逻辑论文 早四五年 这样我们北京呢 比他们早四八年 所以我就在开开笑 如果你要往北海 什么三亚 对吧 我换十 我到了北京 七十二岁就死 你说 都到这份 你都一手 八年 你还在那儿吹呢 我这一花独秀 对不对 你的穷人是十亿 低收入是十亿 中等收入二十二十五亿 高收入六千万 什么叫高收入 2007年 国家售组定的 一个人一年的收入 如果超过十二万人民币 一万一年十二万 就是高收入 现在中国达到这个水平呢 是一千十万万个家庭 六千万人口 但是六千万不小 相当于法国 一个英国一单一单一单地 他们每一个国家就是六千万 我们的中等加高一共是三点一个亿 这就是欺骗全世界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 你外国人你坐着飞机你到了北京 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卡货 车水马路高楼零利发的国家 美国一步 因为美国不就三点一个亿吗 美国搞了二百三十七年 他把85%的美国人变成了中等收入以上 他的穷人大概是七分之一 对不对 我们是搞了三十多年干出一美国的 三点一 中等以上三点一亿 可是你可别开着车 开着车 出了高速公路口往农村去 到农村去看 农民真土 农村真穷 农村真穷 所以说原来中国有农民 政府就说哪有农民 农奴 什么叫农民 自由农 你有自由迁徙的 你叫农民 你有自由迁徙吗 对不对 当时58年 那个时候国务院有一个文件 你农村 你只能在农村 你要到好城南 叫盲目流动 你们都是 盲目流动就盲流 盲着跟流氓差不多 在这就给你收入遣送回去 你知不知道 完了呢 到了这个 八十年一月一号 不是 一九八十年一号文件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设成了 这算打破了这风力 农民在农村正是公分 他年轻人都不知道 公分是不能当 一般怎样不当 出了大队 公分人也不这 对吧 完了到了八十年 你可以自理口粮了 为什么 不发你农票 你到北京 你干什么地方你吃什么 到了01年入市 加入世界国内组织 国民带的原则 简单说就是 你就不能看人家在家 你就不能欺负人 就这意思 朱镕城就承诺了 承诺了之后 李昌平先生 打赌这湖北省建立县的相当书记 给当时的农李朱镕基写信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三农 完了呢 到了去年 又有一个好处 就是十方大 做出一个决策 就是说 重乡按相同的比例 选给人家代表 毛泽东那时候是八分之一条款 八个农民的政治权利等一个市民 到了1994年 修改了中华人民国选业 四分之一条款 四个农民等一个市民 去年 同票同权 今年十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规定 六十七万个中国人 就是一个人在大陆农贸 这是不错 可是那时候呢 还有六十多种制度 欺负你 因为北京 你到了北京 你想考大学 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时是零一年 入市那一年大都之后 但是李昌平说的这事以后 通报了以后 三个青岛的高中医生 撞不到教育部 说你违线 对不对 为什么青岛的人 就是山东的人 考到北京 同样的大学 同样的专业得差七十分 对不对 不行 对不对 你搞赤裸裸的地区歧视 是吧 完了之后 灯报了 教育部非常的狡张 对不对 教育部怎么说 说过 我应该怎么改 我们给他们提的建议就是 你山东跟北京 今年你差七十 明年你差六十 后年你差五十 七年以后 分数面前 人人平等 对不对 这是改良 他们呢 不统一出题了 就这么狡张 我让各省出题 没什么比 所以把北京出租老师呢 还叫得给杠上 你们把自己出的容易点 为什么 他们这些人的孩子 以及他们的权贵同僚的孩子 基本都在北京呢 他们的孩子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笨 一个是不用工 又有笨又不用工 需要特权 享受优等教育资源 一直到今年 都从01年说到13年了 今年考大学的是912万全国 居然异地高考的才4000多 太不像话了 所以异地高考啊 就是说人家打工的时候 人家就到了 30多年到北京了 人家在北京生的孩子 孩子小学中学 到了189 到考高中 回去 不能在北京好 就这种欺负人到今天还有68人 这是一个民主党派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搞一个报告 就是系党 就得包括北京 不许在北京买汽车 你只要不在北京呆五年 你就不许买汽车 不许买商品房 那汽车和商品 商品房 那都是商品 商品是一般 你只要有货币 一般等价物 你就可以买 破坏 把那三个律师状告北京政府 反 搞分裂 你这统一的设置社长 你凭什么他得在你这儿呆五年 他能买商品 结果 商品说不受理 不受理 你没法受理 北京是开道车 原来还没有这儿吧 这是最近这年 你没法 所以说中国呢 居然商品说不许说公民社会 反重透顶 有人说那不是左派 那是反动派 反理性派 对啊 他不是左派 左派干什么 他是反动派 居然不许说公民社会 对不对 那不就是八民吗 草民 小民 雕民 暴民 渔民 最多数是农民 市民 居民 我们的任务 就是把这八民 慢慢地让他们变成两民 一个是公民 自由和负责任 一个是国民 国民就是零一年入口 国民待遇 但是这个事情那还很长 所以中国是一个老大的帝国 要想把这八民变成两民 非常不容易 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工作 就是这工作 天天给讲话 就是让他们由八民 慢慢变成两民 变成公民和公民 谢谢大家 我就说这个 周教授是研究社会学的专家 大家有问题 给他请教 我想请教一下中国的经济是将来会硬着路还是暖着路呢 我认为硬着路好为暖着路 像俄罗斯一样 硬着路可以解决户资产问题 把国营企业落实到市场所上 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你认为这样可行吗 这不请中国 你说的事就是说 因为中国这公司啊 你不是说谁是什么 我是说国营企业 我贴出最大的客户 你得讲的 那国营企业 你因为它代表什么 但是一个 用吴敬兰的话 叫亲朋好友 民企业资产主义 群带资产主义 官僚买办资产主义 权贵资产主义 是资产主义的最坏的 你资产主义 你要说你资产主义 那资产主义的资产主义被推动了 对 比得好多了 你更别跟瘦主义站边 你怎么是瘦主义 不觉得对 现在啊 对大家一样 我是 别给他一人 对对对 你想那货币就是这样 你不说现在的广义货币 F2包括从管 一百零六万亿 是总产值的百分之二百 实际上有这么荒唐的国家吗 人家美国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是货币 我们是总产值百分之二百 这不就是他说的 就是柳妤尼啊 超级盗贼啊 马斯说的 你多因货币 你可不就是空洪空上 这个政府叫超级盗贼 所以说盗贼那个国弃 他就是公呢 谁承认这个国弃是公呢 对不对 所以他是反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土地 土地比如说私有法 原来就是 原来就是地主 社区精英富农 仲天能手 那地 达朵分天地 给人家分了吧 原因在哪呢 那不就是新安革命 往新安革命 你把大清皇朝 让他退位了 那不错 新安革命基本没有血流成恶 对不对 没死过人 那么大清皇朝退位了 中华民国政府 跟他有协议 让皇上你家还住 过宫那他们家 二百六八年合法政府 那人家家 让他住了 把来鲁盐盆给人弄走了 但是不是说他这几个人 是这思潮 从法国 什么雅鹤宾 什么巴黎公社 这种思潮传到俄罗斯 俄罗斯更狠 这红的就跑通过来 这不就是这种思潮吗 那时候你抄皇上他们家 现在谁反思过 大人你高兴 抄了皇上他们家 皇上他们家成公公博物院了 前脚抄皇上他们家 后脚抄你们家 所谓地妇 杀掉二百万 把人富农 把人的地主都给分了 你也不是那种 你也是富农 你还高兴呢 高兴吧 你分他来不定 你当成两家房 高兴 到今天抄你们家 你知道今天 一天一半个人 失去自己的家园 一年几百万 是吧 先用 先用这个 这个什么 把人的地给分了 人家都是地骨分 都是合法开展 是吧 把人给分了 分了之后呢 这个皮下都挺高兴啊 把那地气 他们有一个文章说的好啊 把那地气 就相当于土地产权的 那个法律文件 地气 搁在枕子里 枕着还没务设呢 摩尔大销就被人倒了 哎 那老了现在都跑他们家手里去了 对不对 现在土地开发大台了 所以这就是说 你说那私有公有 我不是这么看 不是我因为这 我不是用这套信 我就说啊 你现在 你现在这土地一增值 全都贵全贵了 所以为什么房子这么贵啊 房子贵到不是说什么六十天 北京城内的房子是 均价五万万 如果一队农民要想 种三亩地 一亩地六百六十一平方米 是吧 他们这一队农民种三亩地 打粮食 一斤粮食按均价 无产按均价 卖粮食买房 三千年 从秦皇中都来不及 你得都放点东西 还不吃不喝 一个小点要想 卖银一天卖两回 一回二百 二十年得卖 我从二十岁才卖到四十岁 而且双休日都不能卸 那你卖也不能卸 我说这都荒唐到什么程度了 你想想 就是他说的 你掠得到你 已经掠得到什么程度了 可是现在谁反思过 你们为什么朝皇上他们家 现在人家英国 人家英国女网友 人家白天海公助长 怎么了 英国怎么了 所以你得反映到这儿 你知道吧 那么 那么英国不民主吗 据说英国百分之好 好多人还愿意这君主一线 人家还真是 咋现在已经 不是说强谱了 还生了一个小孩子 他就和他 拿上三点四个一眼 拿上警力 所以中国人看 看英国愚昧 但是英国人看你呢 你倒把那老黄儿给轰走了 你看你来多少土花 老黄儿三公六院 他不就一个人吗 现在这些腹外干部包上来 中纪委说了 95%的腹外干部都包上来 肯定问 那5%呢 女干部 我养鞋皇上 我让他折腾 他能折腾哪去 你现在看 所以我觉得中国呢 还是不是说 你现在要 比如说中国说变 马上变 现在中国要变 只能往坏地变 你还别怕他变 我告诉你 他要变 他肯定往那个去 你想想 你刚才讲的 一个钓鱼岛他就来劲了 那钓鱼岛什么东西 他钓鱼岛 中国这句话 自古一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这句话非常恶劣 为什么 他破坏了 维持世界永久 和我们一个基石 就是二战以后 实际出现 因为人类 有一点多打仗 打了几万次 二战还没结束呢 四个大强国 中华民国 美德街和中国 大英帝国 苏联弄一连 不干什么 避免一战二战 给人类带来的 具体额的 生命财产组 他的一个原则就是 实际困难 就是谁的 如果有争议 不能以武力和武力威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咱们谈判 要不然就是国际法院主材 现在你再看明显的就是 武力和武力威胁 那菲律宾就是个兔子 我们就是大象 猜死他 这军队有三个鹰派 这是经常出来的 一个罗元 一个张高中 还有一个叫什么 对对 这几个小王不大 你们要煽动打仗 好不容易 小平不说了 和平发展两大主题 这是对的 三十多年没怎么打 对不对 那还是对的 所以说 你说他怎么编 他要退回到 小平的基本路线 已经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这是对的 现在几年了 十几年就动摇了 绝不搞军民竞赛 全面搞军民竞赛 你看日本 四十年前建交的时候 四十一年 叫中国人民跟日本人民 世世代代的 永远有好下去 四十年不提了 推回日本 打探美国 你说那钓鱼岛 刺骨 以来就是你的 这句话非常不劣 为什么 什么叫刺骨 四十年 一百年蒙古是我们的 一千年 宣安里都是我们的 你要刺骨是五十万年 还都是人家非洲的呢 哪有这句话 人家刺骨就是你的呀 你生你孩子 你那四十年也不管 这孩子都四十岁了 这是我儿子 完了 在民法上叫一七醉 你明白吗 好意思吗你 你们四十年也没去管 但是四十年就是我的 完了 南海也是九段虚线 跨过十线了 对不对 原来周永来和德尔明 他们那一波叫 隔止争议 现在是无可争议 还没有 现在跟菲律菲说 菲律菲说咱有争议 咱谈 中国说那是我的 无可争议 你说那还跟谈什么 菲律菲说咱不谈 他们无可争议还谈什么 由隔止争议到无可争议 有九段虚线 现在在化石头 为什么 一阔点都变 有航母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知道 中国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这 可是你再看那些老百姓 狭隘的迷路 我再拿起来 立即了 最近人家老丈母说的 说得不错 叫所谓民族略根 首先在于造神 双膝骨骼缺钙 跪地仰望强人 可是强人证 他结束了 但是由强人证 就变成后强人 前平民 他得好几好多年呢 所以现在中国正在 正在叫后强人前平民 当然了 还贪贴 对吧 二就是加盟 动辄仇外排外 总被权力驾驭 就像去年那个保调 那明摆的就是权力驾驭 你以为老百姓死汉呢 我跟他们说 我是中央民有游行法 不是 中央民有宪法 可以有游行的权力 但是你是前年 前下革命一百周年 有一帮人说 我要游行 可以按照北京政府的 游行管理条例 你得申请 批准你游行路线 首先 谁是头 谁是副头 谁参加 什么口号 纪念现在革命一百周年等 没问题 人也没问题 口号也没问题 游行路线哪 西山脚下 废的公路 那有点 第四世界赋予大会 非政府就是可以游行 哪儿啊 怀手找了一学校 有俩操场 全是游行 就是吧 所以说 去年的游行 批准了吗 所以说 这就是山脚 所以说 中国的民族主义 你不要小看 一山就起 所以说 第一 在上面是造神 底就是树敌 造神树敌就是一个一位的两面 所以说中国的国民性 你得慢慢地改 你知道 你不慢慢地改 你现在怎么也不行了 推上这么回事 还有呢就是 信仰缺失 道德底线全无 指谋罪大理 什么那底线呢 说人家给你有仇有冤 你报出血恨可以 人家在婴儿扎烧 上去就像婴儿 婴儿只能喝母奶 母奶不够喝奶 婴儿那边划三句其慢 道德底线全无 指谋罪大理 四是宠上官场 无限贪恋权力 官职平盘价值 配备激烈怅 所以说人家老外不是 这些民主派说了吗 以上四种病症 一成难治环境 到处传染 蔓延毒化中国大理 前年毒化一个孩子 他爸爸说了 儿子两三岁看新门联邦 七八岁看人民日报 十二岁五道杆的大大长 为什么 他所在什么的总大上五道杆 你儿子三岁五道杆 你说你七八岁看人民日报 你不是有病吗 人日报什么报 党报 谁看干不看对不对 你七八岁有孩子 你有身 你玩一下游戏 你看那玩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这个 城市就说了 将来我们这个事的总大上 是普德罐 七德罐 九德罐 把老板说 我让我孩子从小全穿斑马服务 他浑身全是杠 虽然中国的腐败也是这样 你说他们官员腐败 无官不贪 而且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大 金额越来越大 这个一叠就是一窝 一叠就是一串 所以说现在老百姓对腐败 原来是第一位 你最不满意的什么 第一位是腐败 后来降到第二位 现在已经跌出前三位 最近北京调查 十个最不满意的 一个都没有腐败 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老百姓不反腐败吗 老百姓不反了 老百姓烦的是 自个儿没有腐败的机会 我已经在这儿了现在 所以说你像这种国民性 你不满意的改造 谁上也不成 我跟你怎么讲 所以说 人家晚报 登一个小品牌说的挺幽默 说一个幼儿园的 一个小男孩 蛋蛋 老师问蛋蛋 长大了干什么 蛋蛋蛋 当贪乖 包二奶 贪过好多钱 给二奶买好东西 带着二奶 全世界玩去 旅游去 问那同班的那个小朋友 叫燕燕 小女孩 说你想干嘛 长大了 当蛋蛋的二奶 这个社会 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你现在参观不就什么班 所以今天电视台采访我呢 说为什么出去的游客 他们不文明啊 我说他们出去了 他们处于先父了 小平说一门先父 谁先父 用江泽民的话 叫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你能够 开玩笑 你不 你不 钻空子 这最起码你钻 钻这个政策 要不然你就说 强 原来叫 强取好夺 强取好夺 强拆就是强嘛 你问题就 晚上九点你不走 退了就来 跟你家房开了 我们一旦说嘛 现在一天有一万人 失去自己降业 现在中国的流民 上次不是说了 大约有两千万吗 对不对 中国立朝内在毁于流民之手 那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说呢 中国我们的观点还是对 我们的观点还是对 它不是什么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后来是个 是个国民性的问题 国民性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国人性质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你得撑回 西方教授我们不要反省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 你那么好的一个形式 这些大学生 他非得找八九米 让他们撤 他们又不撤 人家抄家糊 他们啥巴子 他们想到人家抄家糊 忽计他们想不到 当时我们都是大学大师 他说警方军不打老不姓 我就跟他说不打老不姓打谁 我这句话常常都不明白 我说警方军不打老不姓打谁 我就问你 解放军是什么人 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是国产阶级 专政的工具 是国家机器 我说你你是统治的还是被统的 我先说清楚 你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 大学生北大的学生都糊涂了 他们以为他们就是裁判员 我说我告诉你裁判员是谁 总裁判长是谁 邓小平说你是学生 你慢点说你是暴徒你就是暴徒 你说我不服不服 红盘罚下 他连这都不知道了 而且政权怎么来的 你打吗 他不就是暴力吗 你得想想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都不明白这事 这么好的一个形势 他们非要跟人干 他们要跟人干 上野生你们上几个山呢 他们又没这本事 结果怎么让一顿乱枪给打趴去呢 把这么好的干部赵子洋 这么好的干部 民族的就把暴徒到几两 都已经到了这份 你们这学生还着急吗 着急着急一顿乱枪给打趴去 现在有人还说这儿吃改革 我说那叫义银 一顿乱枪以后还有这儿吃改革 你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绝对不可能了 所以现在有人还说 要跟人家吃改革都是那个 对不对 这就简直就是不入流 我们智力都不入流 怎么可能生吃改革 人家说你要想要政权 拿人头换 原来王振手 我们的政权是两千万革命的先烈 的生命和先血俗成人头 你们学生能说会到 你们的理念也不错 你们想要政权 拿人头换 后来人家学生还说呢 你们两千万人头 我说政权你两千万就换走了 你瞎忙什么呢 后来人家涨了 到了周永昂就是三千万人头 那人有串呢 他人家转一千万 否则我干嘛呢 我这儿 对对对对对 人家说的很清楚 要想要政权 什么民主法是废话 拿人头换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得明白这事 所以中国呢 你得还是那句话 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叫做糟 老大这个帝国 他就民主法这儿了 哪那么容易啊 所以人家那句话说得都不好 穿越历史的三峡 大约小二年 三峡就是峡谷 峡谷里的就是先 他们都结束了 中国永远是前三步退两步 前两步退 用光化就是前途是光明的 老路是曲折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现在一会儿 咱们在这儿吃饭 咱们在这儿公民 咱们在这儿聊天 都是思想自由 对不对 而且年轮最多 对不对 谁要说说说吧 但是 因为明年下半年 还能这么办吗 下面一收紧 把你们全抓起来 都搞 不得多人都准备 你知是吧 你知是吧 你别要有幻想 为什么 因为你得有肚 你在这儿越了肚子 人家以前是要正常 叫鱼虎毛皮 你要明白事儿 鱼虎毛皮 人家不练你练谁 所以你得有肚 而且确实是中国 你也不能说 再搞一次革命 我就上井上山 我的农民起地 或者我勾结苏恶 对不对 不可能 那普京是个特务 你说 你勾结他去 他最坏的就是他 我告诉你 那小子让你精神分裂 我跟你说 他说的什么话 说要想回到苏联去 就是说没有 没有什么 找不到类似 没有什么良性 你看没有 我一天这话 这不是精神分裂说的话吗 根本是不合逻辑 他把良心和头脑 他给搁一块 要不然你没良心 所以说你要注意 要想变还是能慢慢来 所以说像我们做老师的也是这样 你说这些学生都愚昧到什么时候 80后 小时代 出去 那都什么玩意儿呢 都是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瞧不起我们 说你们老一会儿 跟我们年轻人已经弱伏了 我说我们弱伏了 我们年轻人有兄弟姐妹 我们有手足 我们有手足的精 你们这帮 有吗 包括你那小子叫什么 对不对 小时代你送手 郭敬明 不是兄姐妹不行 郭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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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兄姐妹的印象就是残疾人 他们就是一个残疾人 你这个哥哥的手足小骗子了 你骗点钱 你有什么了不起他 都是不骗子 多的是 还有没得出赞头话 多的是 你以为咱们都得着了呢 对不对 就他当然80后的人还说我们干 哎呀你们都老了 我说我们老了 我们的幸福你就没有 我们有 我们天是蓝的 空气是新鲜的 银水是干净的 食品是安全的 你们现在有 新鲜的空气 清贴的银水 安全的食品你们都没了 还是狂的 因为我内心还比较尘识 现在没尘识啊 对 我说你有什么环境 你们一帮小精神病在这折腾我心 他们都说你看了吗 我说你们的东西能看吗 他们说你不看就批评 我说那臭鸡蛋都得吃吗 嗯石头太石头酸肝 我超过一问我就知道 你们那块怎么这么丑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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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